据巴哈马Ryan Pinder KC发布的一顿声明 巴哈马警方在收到美国正式通知后逮捕了爆炸头 该通知表示美国已经被爆炸头提出刑事指控 并可能要求引渡爆炸头 文件显示根据收到的通知和所提供的材料 据该国的引渡法 寻求逮捕并拘留爆炸头是合规的 美国纽约南区法院预计将在明天早上公开起诉书 届时将披露更多信息 据福克斯新闻节目披露爆炸头被指控电汇欺诈 证券欺诈和洗钱等罪名 这意味着如果指控罪名成立 爆炸头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 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 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Maxime Walters表示 对爆炸头被捕的时间感到失望和惊讶 因为爆炸头本计划于明天 参加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 就FTX崩盘召开听证会 现在一切还没有大白于天下 就急着逮捕爆炸头 很显然这里面存在阴谋 目前爆炸头的社交推特证 被人使用曲观加密人士 包括Circle的CFO Jeremy Fox Dean 知名Cole Kobe等 试图再销毁某些证据链 近期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之一 FTX申请破产 三年内创下320亿美元估值的造富神话 在不到10天之内迅速归零 这家头部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崩塌 被称为是虚拟货币市场的雷曼时刻 据金融时报报道 FTX提交的破产文件显示 它目前面临的债权人可能多达100多万 也就是说全球有100多万人被FTX割了韭菜 其中还不乏一些全球顶级投资机构 12月9号 FTX创始人福里德发推文称 他将在下周二参与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 外界期待 只能揭露出FTX迅速崩塌背后的更多内幕 11月11号 一度估值32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宣告破产 有报道称 FTX爆雷所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 涉及全球100多万名用户 A lot of firms seem like they were tied up somehow with FTX FTX究竟是个什么公司 它究竟有多大 又为何在几天内灰飞烟灭 只要从他的创始人 30岁的萨姆班克曼福里德说起 Sam has crazy hair Sam is vegan Sam sleeps five hours a night Sam lives in the Bahamas with ten roommates Sam is 29 years old only But Sam has 22 billion dollars And he wants to donate all of it to charity 1992年 萨姆班克曼福里德出生于美国加州 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 父母都是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 2014年 22岁的福里德从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后 加入华尔街著名的交易公司 简洁资本成为一名职业交易员 三年后的2017年 25岁的福里德和室友一起创业 建立了阿拉米达研究 这是一家做事商 也是一个加密货币对冲基金 2018年 福里德注意到 在不同国家 比特币的价格并不相同 于是他的团队开始在美国和日本之间 进行比特币套利交易 具体操作是 在美国以较低价格购买比特币后 转卖到日本的交易所 利用市场间的差距获利 凭借这种方式 他的阿拉米达研究 仅用数月时间 就成长为世界最大的虚拟货币对冲基金 2019年 福里德又联合几位投资人 成立加密货币交易所FTX 后来福里德把两家公司总部 都搬到了 有避税天堂之称的巴哈马 FTX是一个虚拟货币交易 是一个地方 你会去买和卖 比特币和其他计划 福里德中间名字 Bankman 置以为银行家 加之他出身华尔街 这使他创立的阿拉米达研究和FTX 除了虚拟货币的极客属性外 也散发着强烈的资本气息 据报道 2021年7月 FTX的100万用户 平均每天交易量为100亿美元 不仅如此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个体育场 以FTX命名 FTX与金州勇士队和梅塞德斯F1车队 建立广告合作伙伴关系 他们在迈阿密还有一个以FTX命名的NBA体育场 FTX甚至成为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伙伴 FTX的投资几乎渗透到加密货币领域的各个角落 还发行了自己的虚拟货币 名为FTT币 FTT币的总市值也一度超千亿美元 2021年 弗里德作为最富有的30岁以下年轻人 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封面 前年1月31号 FTX在获得4亿美元的融资后 企业估值达到320亿美元 迅速承担为全球投不加密货币衍生品交易所 FTX的投资方中不乏赫赫有名者 比如红杉资本 软银等 有一个被媒体津津乐道的细节是 在和红杉资本召开关于合作意向的线上会议时 弗里德是一边打着网络游戏英雄联盟 一边介绍自己关于加密货币区块链的美好愿景 那次会议后 红杉的合伙人对他非常满意 当即决定投资这位在他看来 正引领未来的年轻人 除了获得大资本的青睐 大明星们也纷纷给FTX站台 超级名模吉塞尔帮臣的丈夫 美国橄榄球巨星汤姆布雷迪 曾是FTX的铁粉 2021年他开始担任FTX的品牌大使 并出演广告 2021年6月29号 在FTX官宣布雷迪成为品牌大使的推文中 布雷迪还宣称 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创造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 去美国全国广公司报道 布雷迪等明星除获得广告代言费 还得到了FTX的股权作为回报 11月23号 美国媒体报道称 部分投资者已将这些明星告上了法庭 要求其为自己的宣传负责 让你的粉丝购买印有你头像的T恤是一回事 而你疯狂吹捧 导致他们失去大部分毕生积蓄 则是另一码事 近期 美国明星风险投资人凯文奥利里承认 FTX支付给他的1500万美元代言费 已经划为乌有 而自己当初为FTX站台吆喝 也是犯了大错 当你 made this arrangement this is back in August 10th 2021 you said the following you said to find crypto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at met my own rigorous standards that was your phrase of compliance I entered into this relationship with FTX it has some of the best crypto exchange offerings I've seen on the market even though you were the spokesman an ambassador for this company what kind of diligence did you do around this issue of compliance we all look like idiots let's put that on the table 实际上 就在FTX爆雷前 来自硅谷和华尔街的投资者 还向其投资了近20亿美元 几乎没有附加任何条件 也没有对FTX董事会进行监督 反倒将其宣传为 以向安全的押注 据日本时报报道 就在FTX股市崩盘之前 华尔街多位重量级人物 还在为其发声 而导致FTX轰然崩塌的导火索 是人们发现 FTX竟然在左手倒右手刷钱 11月2号 比特币新闻思源网 Coindex发布了一份报告 曝光了弗里德所创的 阿拉米达研究的 一些关键财务细节 其中显示 阿拉米达研究总资产 146亿美元 总负债80亿美元 净资产为66亿美元 但其中有58亿美元 是其持有的四家发行的FTT币 占净资产的88% 这意味着 FTX资产风险巨大 今年9个月 弗里德曾表示 阿拉米达研究与FTX 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两家公司 然而 就在FTX崩盘前几周 有媒体逐渐挖掘出 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加密货币研究机构 阿克汉姆发现 阿拉米达研究 超过一半存款与取款量 都是通过FTX平台 这意味着 弗里德可以用阿拉米达研究 在FTX速庄 收割FTX用户的韭菜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FTX把数十亿的客户资金借给了阿拉米达研究 只成了FTX走向崩溃的关键 据美国全国广公司报道 阿拉米达研究通过这种方式 从FTX获得了100亿美元的用户资金 FTX还允许用户进行一项风险很高的交易 名为保证金交易 也就是用户可以贷款进行更大的交易 而阿拉米达研究则是一个巨大的借贷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 FTX申请破产后 接管该案件的律师表示 弗里德故意在公司决策过程中 使用月后集焚的通讯平台 令事后追责颇为艰难 阿拉米达研究的前首席执行官 埃里森和弗里德一样 都是学二代 两人还曾经交往过 他本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数学系 父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虽然是学霸 但没有任何加密货币行业的管理经验 诶明 甚至可以解决一下 没有我的学校的学校 用一个分ome poking 用多一些学校的学校 学校学习 grade中心话 就是非常重要 我们的仅适女时跟缴í 我数好 такихelim 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雷表示 从未见过任何企业管理如此失败 核心财务信息如此缺失的公司 将萨姆党前领导层描述为 一小撮无知没有经验的人 财富杂志则在报道中说 福利德的帝国 由一群互相约会过的孩子在经营 FTX申请破产后 世界首富马斯克在推特称 福利德长期以来都没有被调查 是因为他是民主党的大金主 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称 福利德的倒台切断了 美国民主党的大笔资金来源 2018年 福利德的母亲巴巴拉福利德 创立并领导了政治行动委员会 小兴空隙 其使命是从硅谷筹钱 来捐给民主党 根据公开的信息 该组织在2018年 从800多名硅谷高管处 成功募得2000万美元 资助民主党的众议院候选人 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2020年 福利德向拜登的总统竞选活动 捐赠520万美元 仅次于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 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 福利德则花费近4000万美元支持民主党 成为最大捐献者之一 而他所支持的25名候选人中 已有18人当选 对于这笔政治现金 美国医疗保健人工智能平台 ScienceIO首席执行官曼尼迪斯 发推特称 福利德捐出4000万美元 以避免因盗窃100多亿美元而入狱 这是有史以来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交易之一 两天后 推特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留言称 这只是公开披露的数字 他对民主党选举的实际支持 可能超过10亿美元 钱去了某个地方 那他去哪了 今年4月FTX在巴哈马主办加密巴哈马活动 受邀嘉宾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活动期间 福利德还和克林顿与布莱尔同台进行小组讨论 据行业媒体报道 克林顿的言论没有被记录在案 但一段泄露的录音显示 他表示要主张采取不伤害的方式监管加密货币 福利德充分利用美国政商旋转门 聘请了很多前政府官员担任公司顾问 其中FTX美国分支的总法律顾问和政策和监管战略主管 曾分别担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的法律顾问和副手 在金融监管圈人脉甚广 在我印象里 他到国会山游说政客的次数 比我知道的任何产业中的任何CEO都多 甚至到FTX破产后 福利德苦心经营的关系网仍在发挥作用 近几日 好几家自由派主流媒体都在用春秋笔法 从各种角度替福利德辩解和开脱 纽约时报的报道全文中没有一处提到欺诈 骗取 偷盗 违法 犯罪等字眼 而是将福利德描述成了一个因商业扩张速度过快 没有看到警示信号犯下无心之过的莽撞年轻人 更令人惊讶的是 在几天后纽约时报举办的交易录峰会上 福利德仍被列为演讲者 该峰会的其他演讲者 包括美国县财政部部长伊伦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等人 一直以来 福利德都宣称他对钱不感兴趣 赚钱只是为了捐赠 他曾表示 去年捐赠了5000万美元 用于印度的疫情救济和应对气候变化 今年他创建了FTX未来基金 关注的重点领域包括空间治理 人工智能和负能杰出人事 还关注气候变化 还关注疫情应对 以及被忽视的热带病 还有动物福利 在这样的宣传视频中 福利德被妥妥地塑造成心怀世界的青年榜样 今年10月 福利德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还表示 计划在未来10到20年内将其绝大部分财富 捐献给有效利他主义事业 不过 在FTX爆雷后 福利德精心打造的人设也在被推翻 11月15号 福利德在推特私信上 对美国媒体Vox的记者 袒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他首次坦诚 自己此前多次表达的 支持政府监管加密货币立场 纯粹是为了公关 实际上他反而认为 监管部门不会保护用户 只会让一切都变得更糟 福利德还坦言 自己此前提倡慈善 多半也只是为了提高声誉在作秀 他还说 这是西方玩的一个愚蠢游戏 只要说正确的屁话 大家就能喜欢我们了 那么在FTX崩盘之后 多国纷纷表态 将加强对加密货币行业的监管 一直以来 美国通过美元霸权 以各种方式 对全世界财富实施无情收割 如今加密货币也在技术的伪装下 沦为了各路资本的收割工具 资本的贪婪属性始终存在 一旦监管放松 或者是滞后于技术的发展 可以预见 这种周期性崩溃的故事 还会继续上演